西汉乾元元年的六月 刘彻出生于长安魏央宫的伊兰殿 这个男婴生的面目娇好 贵气不凡 在他七岁那年 母亲被立为景帝的第二位皇后 自己也成为了这个王朝最尊贵的皇太子 九年后 他在父皇的安排下提前加冠 年仅十六的少年 接过了大汉的神器 一代雄主的人生画卷就此拉开帷幕 此时的汉庭外戚势力膨胀 儒学改革的失败 让冲动的少年变得清醒 刘彻选择了韬光养晦的方式 完成了权力的过渡 六年的短暂折服后 制约他的祖母长眠不起 二十一岁的刘彻成为了这个庞大帝国的掌舵人 一个汉家大有为的时代终于开始了 依次偶然的机会 他在平阳侯府宠幸了一个叫魏子夫的少女 八年后 他将魏子夫立为汉室的新后 随之显贵的还有两颗耀眼的帝国双臂 魏清与获取病 为了实现王者无外的大义统 他对内行推恩 尊儒术 赢盐帖 平叛乱 将整个帝国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对外 他派张千出西域 平南越 争朝鲜 并西南 将汉家的版图成为扩张 面对匈奴的不断挑衅 这位霸道的君主放弃了汉廷一贯的忍让 强悍的帝国正在张开战争的辽雅 他果断提拔未获北极匈奴 三十八岁那年 他对匈奴发动了划时代的漠北大战 此战之后 匈奴远顿 而漠南无王庭 然而 两年后 获取病英年早逝 刘彻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中 汉帝国对匈奴的攻势只能告一段落 公元前一百一十年 四十七岁的刘彻祭告天地 封善泰山 这是制定功成的象征 但他并未停止用兵的步伐 汉军出西域 征大渊 经过数年的苦战 帝国终于初步控制了西域 名动帝尔的大渊宝马 近归汉庭 汉军西征得胜的同时 匈奴也在休养生息后再次犯边 此时未获已不在人世 刘彻对匈奴的征战连遭失利 他的帝国也以遍地流民 满目疮痍 国家已然疲弊 宫廷的内部却又掀起一场污谷之祸 这场闹剧以他的爱妻魏子夫和儿子刘具的相继自杀而告终 垂目之年的刘彻也走入了孤家寡人的终局 人生的最后两年 他以追悔莫及的口吻写下了轮台照 公元前87年 在将幼子托付给霍光等人后 征伐四方的汉家天子走完了自己雄魂激荡的一生 享年七十岁 武帝遗恨此人间 世界起源 战新天 当前世界起源免费送空战之王歼二十 作为一款好玩不累的战争策略游戏 这里有多文明跨时代的战斗体验 全球知名历史人物 一百家跨时代兵种同庭战斗 五个文明各有特色 海陆空协同立体作战 为玩家提供更大的战场和战术空间 现在加入游戏就能获得四万金币 五星英雄卡免费领取 快来世界起源 开始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吧